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神灵啊 求你保佑 保佑韩其死后得以安宁 保佑我韩部族人 康剑平安 保佑我早日离开这里 相近 你穿了那么久的素白衣室 还是换上朕为你准备的 韩步衣裙吧 朕知道你放心不下韩步 你不是在你阿爹的心里面 看到了吗 自从你入宫之后 鞭笛安乐 韩步兴旺 朕会带你的族人更好的 朕已经派人 巡回韩戟的尸身了 已经带回韩步后葬了 朕说的是真的 朕呢 希望韩戟后葬之后 能够安息 你在宫里面 能够安心 你可以走了 向前 朕已经投你所好了 只愿你高兴 我只要在这一日 我就没法高兴 朕知道 朕知道这宫中规矩多 让你有束缚感 没关系 朕再为你造一间殿宇 让你居住 可好 那好吧 朕改日再来看你 你好好的 我从来 你别说了 我扶你 我扶你 品牌 小侯 你还要不停 两件事情 就是 你还要不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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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别人 你还要不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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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喜皇上 什么可喜的 皇上 永寿宫来报 令萍年的预行 已经有三个月了 起轿 皇上 您不去永寿宫瞧瞧 百驾慈宁宫 令萍又不是 头一回生养了 让他好好养着就行了 对了 李渔 韩部的歌舞 安排好了没有 安排好了 就即刻入宫 让韩氏解慢 这几日就安排好 请皇上放心 甚好 如今啊 皇上连皇嗣 都不放在心上了 也是 本宫的孩子啊 都送去寿康公太妃那儿 皇上哪里当回事 您呀 也别气馁 能生孩子就能得宠 等到那日皇后失宠了 您的地位稳固了 孩子又想回到身边 还不轻而易举吗 这些年要不是你劝本宫 当日在慎刑司 本宫就熬不住了 这不都过去了吗 您哪 得宽心 看皇上如今这个样子 日日不翻牌子 旁人怕是想玉玺都不能了 这有什么用啊 这皇上最宠爱的 已经是韩氏了 皇上管皇上的 您管您的 奴才就不信 那个韩氏能得宠一辈子 再这么耗下去 迟早有太后和皇亲们 看不下去的那一天 出手料理了的 您哪 只管安安心心的 让腹中的龙胎落地吧 啊 额娘的咳疾越发重了 皇阿玛也一直未来探视 皇上一直在蒙前朝的事呢 婉娘娘打量我不知道是吗 整个京城谁不知道 皇阿玛心得了寒室 将整个六宫都不放在眼里了 别说皇上的不是了 皇上也没有错 来 皇娘 永昌 你这个性子也太改改了 这件事情咱说不上话了 怎么说不上话了 宫里的娘娘们大多出身世家 皇阿玛迷恋韩氏 冷落六宫 京城的王宫贵族们 有多少闲话 皇阿玛的圣誉 那竟得起旁人这样的闲言碎语啊 轮不上 轮不上你说话 儿子在皇子中最年长 不能不禁孝道 劝一群皇阿玛 你住嘴 儿子也是心疼额娘啊 别再说了 姐姐都可真这样了 你还不快出去 永昌他不懂事 你别生气了 好 儿臣请皇阿玛安 来给你皇宗母请安啊 儿臣去中翠宫见了额娘 再来慈宁宫请安 你额娘还好吗 不大好 她怎么了 额娘身患科疾数月 一直未曾见好 皇阿玛难道不知道吗 这近来啊 前朝的事反马 等会儿 朕让太医 仔细去瞧瞧你额娘 谢皇阿玛 朕让他进来吧 儿臣明日进宫 再来向皇阿玛请安 嗯 皇上 三阿哥求见 让他进来吧 喳 儿臣请皇阿玛安 起来吧 永昌啊 你的侧附近 给你生了个女儿 有空就带进宫里来 给你额娘瞧瞧 让他高兴高兴 是 你在宫外居住着 应该比宫里面 其他的阿哥知道民间疾苦 永其出宫居住后 也常和朕说起外间风物 你可知道些什么 是吗 京城乃天子脚下 物负民风 一向安定得很 倒是近日来 宫外头有些流言 事关宫中 什么流言 夸吧 自从韩氏入宫 京城内外流言纷纷 都说韩氏是妖姬 可夫不说 还魅惑皇上 那动摇我大青江山 这等渔民婚话你也听了 皇阿玛 可是民间百姓言之凿凿 更何况 王宫贵族们同样流言蜚语 他们说自从韩氏入宫 皇阿玛就为了他冷落后宫 无心朝政 盛世清明就要毁在他的手上 混蛋 是谁叫你这些婚话 来藐视君父 余生后宫 皇上息怒了 儿臣不敢 皇阿玛 儿臣也是一片孝心啊 你还敢说 皇阿玛 皇阿玛 你早年既予太子之位 如今表面安分 实则不轨 皇阿玛 滚 儿臣身为皇阿玛的儿子 皇上息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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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臣是一片孝心啊 皇阿玛 皇上息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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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阿玛 皇阿玛 皇上息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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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上多孝怒 三阿哥 你怎么吐血了 快传太医 主 不好了 不好了 出什么事了 养心殿传来的消息 说三阿哥被皇上伸斥 受气休脑 呕了一大口血 人就昏过去了 现在呢 太医已经紧赶着去看了 说三阿哥不予挪动 就住进了协方殿的旧居 您快去看看吧 卫教 卫教 永章 臣妾给太后请安 不要这么吵吵嚷嚷的 爱着太医诊脉 是 回太后的话 三阿哥气怒交加 不过经济之情直冲心脉 如今五脏六五的气血 都已经乱了 人是万万不能再挪动了 只能留在协方殿静养 哀家明白了 你赶紧去抓药 看顾好三阿哥 为臣明白 为臣这就去 多谢太后看顾 臣妾替永章谢过太后 永章是哀家皇孙 哀家不能坐视不离 更何况此事 除了哀家也无人敢过问 你赶紧去 纯贵妃 哀家听说你 嗽疾缠神 伤疾到肺腑 你不必在这里熬着了 哀家已经都吩咐了 让永章的福晋们 进宫来陪侍 太后 永章是臣妾的儿子 臣妾恳请太后 允许臣妾在这里守着永章 恶娘 恶娘 皇上不要 永章 皇上不要我 不要怕 恶娘在 别怕 皇上不会的 皇上不会不要你 永章 冤孽 恶娘对不住你 冤孽 冤孽 淳贵妃 冤孽 你就在这里守着她吧 谢太后 永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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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去吧 皇上 喝口茶吧 皇上 皇上 您一晚上没说话了 定是担心三阿哥 农塞方才去打听了 淳贵妃和太医都守着三阿哥呢 这个逆子 理他作甚 皇上 三阿哥虽然糊涂 但自从在孝贤皇后临前失礼 被申斥之后 也无大错 这回真不知是怎么了 这般忤逆化人 这般忤逆化人 朕也在想 是谁会在背后叫唆 那总不能吧 三阿哥也这么大人了 还能听谁的呢 淳贵妃 永章性自憨直 心无臣服 他对着皇上说相见的事 皇上怎么听得进去呢 皇上正在信头上 怎么能容得下自己的儿子 说自己的宠妃呢 淳贵妃急得几夜都没合言 只守着三阿哥 太医说 三阿哥精具交加 直冲心脉 怕是 艾兰 你不要胡说 永章才多大 倒是纯贵妃 太医说她的可疾 已经伤了肺腑 哪能经得起这般煎熬 得去劝劝她才是 是